纠缠 普通人以为只是身边的纠缠 哎呀我的老板整天骂我了 哎呀我身边有小人了 哎呀我的家人对我不好了 你看到都是有形世界的纠缠 是不是纠缠 缠个没完没了 最亲的人实际上是最恨你的人 为什么 他要不恨你他就放过你了 他就不缠你了 跟你没关系了 各走各的路了 那就没债一身轻了 不缠 你是夫妻纠缠个没完没了 本来很爱爱回家就吵架 遇到惹事别人不烦你 他烦你烦个没完没了 这是夫妻的纠缠 兄弟姐妹的纠缠 本来一个爹娘养的 这为家庭点小事 这个说东那个说西 那个说南那个说白 弄得父母不是人 兄弟姐妹不是人 这是最亲的 我们叫冤亲什么 债主 儿女是你们的纠缠 没孩子的人还想要个孩子 有孩子的人 哪个过上好日子了 孩子小的时候 拉屎拉尿 你半夜睡不着觉 起来给他擦拭擦尿 喂奶 大了 这个开始不听话了 跟你斗嘴 你老了 惨了 你没有自由了 全得听他的 你看儿女就是你的债吗 眼前的债吗 哪里是什么 好事情啊 没有觉醒的人 在这个冤亲中 觉得不是冤家 实际上这叫冤亲债主 是跟你纠缠 都变成了基因了 他身上有你的基因 你身上有他的基因 你跑不了了 你往哪跑 对不对 都变成你体内的种子了 基因了 纠缠 世俗人是看到眼前的这种纠缠 不觉醒 但是 从更高的 智者的眼中 看到的是六道的纠缠 六道的纠缠是什么呢 还有天人跟你纠缠个不休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的天人 天人都没有出六道 他还有执着 所以他有纠缠 这是为什么这个天龙八部里面 没有 你不持孔雀冥王心咒 很多天龙八部里面 是要害人的 他可以口吐恶咒 身放剧毒 来对你伤害的 为什么让大家修孔雀冥王心咒 持孔雀冥王这个经 持念这个经 你只要持念这个经 念这个咒 天龙八部要做你的护法 他不能脑害你 脑害你投作七分裂 是不是 不是说天龙八部一定是护法的 一定是 no 他们都有鬼脾气 都有驴脾气 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 龙还要吃人的 对不对 大鹏鸟 这个大鹏鸟还要吃龙的 所以是彼此之间 都是一个纠缠和怨恨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我们作为一个人 你很辛苦 你的辛苦不仅仅是在你眼皮子看的 这个方面的辛苦 物质界 你绝受的辛苦 更重要是 你生活在一个和六道众生 共生的一个 不可分的一个空间 一个世界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